沒錯 症狀處理 來 請大家讀一遍 來 一起讀 你不能不覺知 妖物雖然能受受痛苦高 但是 完全沒有改善學意不知之 雖然可以控制 有一種病就一定有一種妖物 但是 它完全沒有改變學意品質 不但沒有改變學意品質 只會讓學意品質也來得到 說到這裡 要各位 一定要要求 很多上年級的人 自從你開始學藥以後 你會慢慢的力度重新年進八成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因為學意品質沒有改善 我們來看看 我們從中華自然醫學或者中醫 我們的態度是 我們對病的定義就不同 看法都不同 我們是什麼 四病不清 四病不思 我們陳會長講過 疾病 包括癌症在內 是最需要幫助的朋友 不是 這個態度 這個態度也要不清楚 還有我們對病 這個病是指兩者 一個就是病的狀態 病的表現 不是膜 病怎麼會是膿 還有一個就是病了 這個態度 為什麼會是病如此 每一個患者來了 都是我們的老師 因為你就等於是我的教材 你出考題考我 我能不能拿得出來 我能不能過關 每一個醫生在中國醫學裡面 就臨症如臨症 臨症狀 就入臨打仗一樣的小型 是戒慎恐懼如臨薄病 是這樣的心態 這樣的心態的本質 是屎必如清 屎必如死 但是這樣的文化 我看 也來也不見 也來也不見 這就是人類的可分 好 這個就是 好 所以已經講過了 我們也來談一談體質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樂指 其實還不行 我們都談體質 中醫是講病字 那中醫法體質呢 分類 分成 一些分陰陽 含耳思思陰陽妙影 把它分成這板子 大概加以平衡 加以調整 這是錯誤的 但是它細緻一點 它究竟是什麼呢 它應該有涵給這些層面 一個星星 這個假太多了 一個要請大家一定要談 生命的現象 我們現在生命的表現 是一連串的 酵素的連鎖反應 慢有酵素 就慢有生命 年輕的時候 酵素的 酵素活性就越強 我們每一個人 以生計 有多少的酵素潛能 是DNA DNA裡面生命 就是一個筆錄 那就是一個筆錄 涵 這裡呢 請大家看一本書 那一波 艾德華 然後毫無要衍生一些的 酵素潛水 裡面講的筆錄 我們DNA 是一個信息 是上昌 父母 葛華爾的生命信息 我們從這些信息 來整合自由 昨天不是講過嗎 物質能量信息 生命是由自三個層次 合和組成 物質能量信息 信息調控能量的因子 信息就是難題 就像一個失控的難題 沒有這個難題 你石頭抓塊乾淨 它不會成為一個標題 有這些標題 要有人施工 那是能量 所以最重要的是難題 但是沒有物質 它也不能做 它也成不了生意 所以各位 信息必須以能量的物質為載體 信息必須以物質能量做載體 而物質能量是受到信息的操控 這個就是生命本質 但是一定要了解 這個我們沒有說錯 這個裡面就告訴各位 我們從DNA裡面 能製造多少酵素 是靠信息 產生了酵素 組合整合的能量的物質 產生了酵素 酵素分潛在酵素根 潛在酵素就是有病素的 產生了代性酵素和消化酵素 這裏代性酵素是什麼 我們剛才講 生命的每一個現象 每一個精準 都有一個酵素在做連鎖反應 而且酵素特定作用 一種酵素基本上只做一種的酵素反應 生化反應 我們一個人有科塑膠研究 每一秒鐘 各位 有三百到六百萬次的酵素結果 年紀大的人 酵素的醇量少了 酵素潛能低了 所以我們已經打腸了 皮膚也打皺了 這個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然後你吃下去的東西也會消化 第二個呢 我們吃下去的東西 中癮癢 中癖 皮為厚天之本 皮主硬化 硬化的內含 涵蓋了酵素和存在 沒有消化酵素 我們的生命酵素這樣的 潛在酵素分化成那些酵素和消化酵素 我們多吃 我們就消耗大量的消耗生命 潛在酵素分化成 消耗酵素的分化食物 所以你吃的以後 你就早早的消耗你的酵素潛 酵素潛呢 它是一個定數 就是一句話 早早用完了 早早怎麼樣 早早早蘋果化到 所以年產的人 大家都聽過這樣的順口流 說多吃就少活 少吃就多活 就是這個道理 你多多吃 你就消耗大量的生命酵素潛能 轉換成消化酵素 你少吃一點就節省一點 吸水殘留 多吃少吃少吃多吃 一個道理 它的內含是我剛才講的 它是有道理的 這就是酵素 所以我們身體的體質 跟你酵素的強弱 潛能的度 是有絕對關係的 所以在這個裡面 一旦不如不急的時候 我們的物質 不能轉換成能量 我們寒冷氣死的表現 會跟這個有趣關係的 還有這個 各位 意思一下 我想我這個講完超多的 我們人是有為生與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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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祖中講我們的下單體 西方人就說 什麼叫下單體 我們講氣 那氣是一個能量的表現 那這個氣的能量表現 從哪裡來的 我們剛才講 你把生理結果 把這個肚氣以下切開 裡面是什麼各位 裡面是什麼 裡面是什麼 小肚裡面是什麼 是什麼 小肚子裡面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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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小肚子裡面它是哪個 你覺得剩下的那些食物殘渣都在裡面 然後那些食物殘渣裡面有什麼 我有一次去聽一個演講 食品工業研究所的一位博士來講 講微生 你看他講得很好 他說各位 不管你是總統 達官賢貴 放肚子中 你可以滿口的仁義道德 但是 你滿腹的大腸感菌 哈哈哈哈 不是還好玩嗎 各位 我們當是我們的福腔裡面 有多少的虛菌嗎 有超過一百 一百兆的微生 所以昨天我們不是講嗎 我親愛的乾心儀文神 我親愛的六十到七八 我親愛的什麼 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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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親愛的什麼 啊 忘記了 昨天還歇世 歇世完畢就忘記了 我親愛的 以我同生共死的一百兆為生物 各位 各位這本書呢 大家一定要看 後面就有 長命百歲 所以我們中醫講的硬化 其實它涵蓋 最起碼涵蓋這兩個 實實在在的物質城市 存在的實在的生命 生命本來就存在的 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就是幫助我們 同仇共修的兩大命運 這兩個的一改變 效素少了 腸道裡的壞性多了 我們就慢有胃氣 所以有胃氣則生 無胃氣則死 是可以從這些 已經既定的生化之士 為生命之士 來跟我們中醫做很恰當的解釋 好 還有人說了 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你身體裡面 停留了多少的不良代謝物 代謝物也多 有毒就會怎麼樣各位 有毒就怎麼樣 毒 有毒就會怎麼樣 毒啊 亂了以後怎麼樣 造成肌脊損傷 毒毒亂去 你此時此刻 體內存在多少的不良代謝物 主要的打傷 物質瘤能量進去 這些基本上 當然還要講的 還有很多 我講的是關鍵的之下 這些的整合的總體效應 就會反映在我們的寒熱吸食營養標準之下 你就會展現出不同的體質 所以我們今天一直講免疫力免疫力 我又告訴你們 現在市面上要大隊的是 有提升免疫力的產品 對一個對 沒有對處 那只從去點一個面 來看生命 那是不對 那是不完整的 免疫不是一直要去加強它知道嗎 免疫是要讓它恰到好處 所以中醫就講得很清楚 音頻揚悲精神冷靜 各種機能各種功能 它是要達到一個和諧動態平衡的一個狀態下 才是一個生命正常的免疫 這裏面任何的過用不及 就會造成疾病免疫 過敏是免疫過代的 這裏面是因為